第五十三章 三只手 城隍庙的大殿前摆放着一座巨大的铁箱炉 上面插满了善男信女敬奉的香火 殿内设了一张香案 香案前面的神台上供奉着城隍老爷的塑像 背后是神态各异的孩童形象 白子图 这会儿正好是春节期间 也算是时逢民间的节庆 整个城隍庙里更是热闹非凡 呼朋唤友的声音不绝于耳 四绘楼是开放式的 并没有一般宝塔的塔身 从每一层都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观 庄瑞等上了五层楼之后 放眼四跳 周围的景观尽受眼底 远处是环塔城群的商场和一个看上去面积蛮大的中心广场 而塔身的西北侧就是庄瑞此行的目的 城荒庙古完成了 站在高处看去 整个古完成楼中有街 街中有店 层次相当分明 由于距离较远 古玩城里涌动的人群变得像蚂蚁一般 黑压压的一片 看了看时间 已经是将近中午一点半了 晚上五六点钟就要离开合肥 倒是没有多少时间了 庄瑞匆忙走下四会楼 向旁边的古玩市场走去 城荒庙古玩市场从地面上看 倒显得并不是很大 只是一个四层建筑围成的一个四合院 如果不是从空中浏览过 庄瑞也不知道 里面另有乾坤 市场的大门也很不起眼 不过在经过门口的停车场时 庄瑞看到了不少的好车 奔驰宝马都停了好几辆 甚至还有辆在国内很少见的幻影劳斯莱斯 这也让庄瑞心中对着号称是国内十大古玩市场之一的 城荒庙古玩城充满了期待 由于刚过完年不久 人们还有些假期 是以古玩城里也是人满为患 和鹏城古玩市场一样 这里也有许多地摊 而最为热闹的正是这些地摊 相反 像那些正规有门脸的古玩店 却是门可罗雀 游人不多 这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地摊上的东西便宜 在行话里面就叫做窍货 并且其中也不乏有一些好玩意儿 就看个人的眼力了 不过庄瑞知道 那些店铺都是有一些固定客户的 对这些想简陋淘宝的散客 并不是十分在意 这段时间在鹏城 庄瑞也没少往古玩市场跑 他知道 经常到古玩市场里面来转悠的 不外乎就是两种人 一种人大多是些老年人 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修身养性 遇到真品固然可以出手收藏 不是真品 也可以欣赏其艺术造型 这类人品位比较高 往往都是看得多 出手少 而另外一种人的目的就是和庄瑞一样了 来这里是为了淘宝 当然 庄瑞最大的目的 还是想补充一些眼中的灵气 至于淘宝 则被庄瑞自己定义为 灵气吸收之后的附加产品 来这里淘宝的人又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因为自己喜欢 购买了之后大多用于收藏把玩 很少出手转卖 另一种就是业内人士了 就像是庄瑞认识的那个王老板一样 专门从事古玩买卖以赚钱的 在他们眼里 所有的物件都是可以出售的 只要你价格给的合适 庄瑞的时间比较紧迫 他也没有什么目标 跟着人群在每个摊位前穿梭着 只是在出售自画类古玩的地摊前 才会驻足观察一番 至于别的摊位 只是走马观花 不过倒也长了不少见识 这里古玩的品种和数量 显然要比蓬城古玩市场多出一些 只是那些琳琅满目的玉器小件 就这样随便的摆在地摊上 看上去 档次却是低了许多 一路走过去 庄瑞居然在一个地摊上 看到了许多小人书 还有烟盒 火花 以及各类票整 都是八十年代最为常见的物品 这倒是勾起了庄瑞心中 对儿时生活的回忆 随口一问价 居然价格还不低 一本出版较早的小人书 都要卖到上百块钱 成套的更是贵得离谱 从数百到数千不等 庄瑞没想到 这些东西留到今天 也成了古玩了 这玩意儿 我小时候家里都是盛箱子的 几分钱的东西 你居然卖得这么贵 庄瑞蹲在地上 打量着摊上的这些小玩意儿 很不爽的 对面前这个戴着压舌帽的摊主 嘀咕了一句 那个摊主看起来 大概有四十多岁的年纪 长得蛮憨厚的 听到庄瑞的话后 也没有生气 笑眯眯的说道 小伙子 话可不是你说的那样 二十年前的几分钱 现在可以买到许多东西了 现在恐怕你都找不出几分的票子 和硬币了吧 去菜市场买菜 都没有按分计算的了 你说是不是呀 小伙子 大哥你说的有道理 那会儿一根奶油冰棍也就是一分钱 现在翻个几十倍都买不到了 这东西是一年比一年贵了 虽然被人抢白了 不过庄瑞并没有生气 这低摊老板的话 也确实是句句在理 别的不说 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万元户这三个字 就是有钱人的代名词 众人羡慕的对象 可要是放到现在 满大街的人都是万元户 就算几个月之前的庄瑞 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算上 也是个两万元户了 八十年代初期那会儿的万元户 其地位恐怕 最少要和现在的千万富翁相提并论了 对 小伙子这话说的没错 什么叫古玩呢 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玩意儿 能保留到现在的 都是古玩 看到没有 那低摊大哥挺艰难的 指着自己脚下的一个 红色铁皮暖水瓶说道 就这玩呀 过个五百年 那他也是古玩 当然了 如果没有被打碎了才行 庄瑞听得这人说的有趣 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话说的也没错 没见到西安古城墙上 那些破砖头筷子 溜到现在也都成了宝贝了吗 庄瑞正要和这人打趣几句 忽然听到前面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而国人爱看热闹的本性 在此时显露得无疑 庄瑞刚听到声音 前面已经是左三圈右三圈的 围得满满当当的 全都是人了 庄瑞今年才刚满25岁 虽然老成吃重 但也有好奇心的 当下就站了起来 就准备挤进去看看 却不妨被那摊主拉住了 小伙子啊 想看热闹没什么 等一会儿 市场管理处的人来了 这就散了 那会儿再看不迟 低碳大哥显然是出于好心 因为庄瑞顺着他的眼光 看向人群的时候 赫然看到一个人的手 正从裤子口袋里 往外偷钱包呢 只是那只向外偷钱包的手 却并不是那裤子的主人